這樣就對了 阿嬤 阿嬤給你三包拌均勻料 給你一點麵粉 加點滴奶油來對 來 阿嬤泡沙江把你倒到 全部 對 全部 阿嬤再來就有點費意氣了 再來我們把松米粉拌到抗不見為時 所以現在要出來了 這樣 弄得掛掉 麵粉就好了 對 麵粉就好了 阿嬤把麵粉全部拌均勻 這樣感覺 稍微就生了 阿嬤 我的爸爸是中風 在弘道老人基金會主席 派人來訪伴我的爸爸 在這段時間我一定想到 在我的心愛 親親的一個印象 所以在那時候我就 在心愛的時候 再來我如果身有餘餘的 我一定要來做一塊 來幫助 社會社會更需要的人 當然弘道老人基金會 跟今晚一直繼續在做 在這次他們的 如果知道這個 透過我們中英親社長的英改 和同道老人基金會 重新搭上線 所以我覺得我必須要來 把這個 我之前所老的 還有這個 生活 繼續來 擴大 來做這個 工作 可以讓我們社會的老大人 還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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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希望 可以來做這些 風培的工作 還有這個 學科進可以做很多 一些跟黨發 作為在這裡 可以來做這些工作 來讓社會的 國小的這些孩子 還有這些風培的東西 可以來享用 讓上來有這個希望 讓他臨生最好的過程 讓他有議題還有希望 今天我們三四六地區的春風福倫社 在Demi 也就是鄭社長的這個善心引領住家 讓我們過來引領客廳 做這個社會社區的一個進郎的活動 那從我們鄭社長他的理念 他就是一種這個注音圖報 也發現了社區的需求 那麼正式符合我們福倫社行善的一個方向 福倫社不是公益團體 但是它是一個輪道的團體 因為所有接受幫助的 並不是他的經濟資源不好 而是他是缺乏這個友伴來照顧他 那今天呢 我們鄭社長所做的這個活動 也標榜福倫社是親住餐禮 我們除了接線物資 但是人的衛套現場來幫助他 讓所有的受惠者 他有一種很歐心很暖心的一個感覺 這個就是我們福倫所做的行戰活動 分大分小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愛心都捐出去了 那今天我要這一個強調的就是 現在的連帶沒有老人的問題 只有人生的目的就是你要有這個生存 你要能生存 但是你也要有夥伴 你有健康的身體 有很好的伴衛 那就是我們人生的一個最大的一個目的 就是我們好客廳 那我們連好客廳在地的服務 其實公益就是不分區域 希望說我們落實在於公益上面 那我們好客廳 這麼主要也是要感謝我們的洪醫師 洪常浩醫師 能提供這麼一棟的五樓的補償給我們紅道 來當作紅道一個祭典 幫助在地真正需要的這些老人 那這些老人在剛才總監所講的 其實在金錢的方面可能他們不缺 最重要的是騎人跪判 教股 有判就能說過了一個祖宰 過了一個祖宰 過了一個祖宰 其實這個跪判 教育的人可以檢測我們國家的付出 這個醫療的浪費 那其實讓這些人來這個地方做烘批 然後我們這些祖宰委員這些 社工志工能幫他們陪伴他們 讓他們過一個晚年 一個很好的一個生活的物質的奉獻 那其實最主要感謝我們今天 來了這些我們夫人人來真正的參與 那也希望說 藉由媒體來廣為邀請 所謂的企業來擅盡企業責任 來幫助這些老人 讓他們過一個好的晚年 也祝大家身體健康謝謝 快樂無倫首牽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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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太太 教育的元宵節快樂 元宵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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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宵節快樂 羽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